潘兆濤發功,叫民主黨選掌 正如劉副主席所說,今次是你們變了,是你們主動放棄爭取2012雙普選,而事先是完全沒有諮詢過我們。 這個是失信,失意於我們這些小市民。既然民主黨和選民的選舉契約已經失效了, 那麼,啟動補選的程序,讓市民在你們的新政綱之下,重新授權, 令民主黨的議員,往後可以輕裝上陣,和原來的選民,原來的政綱,貨銀兩壓,互不相干。 五一六公投被人說浪費公帑,潘兆濤幫民主黨想起來了, 他建議何俊仁,一個人做代表辭職補選,還說, 建制派現在和民主黨這麼friend,應該不會追擊他們。 潘兆濤在Facebook開了個群組,呼籲選民支持, 如果民主黨透過補選重返議會,便可以安心走上妥協之路。 �를問了?!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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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